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婉欣两笑一声 哼 我自己会走 不劳烦顾总改人了 说完 宋婉欣看都没看见费燃 也不在意周围的人窃窃私语重新上了车 出租车很快消失在众人面前 简费燃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顾剑完看着简费燃伸手搂住她的腰身 不要在意她说的话 我带你进去 好 简费燃应了声 这里的确不是说话的地方 故事集团门口的热闹也因为三人的离开而相散 任何一个媒体都没有保管过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直到回到顾剑南的办公室 顾剑南松开简费燃的手看着简费燃 有什么想问的就问 我不希望你心里存了磕 简费燃很冷静地问着 为什么 刚才的那一幕给她的冲击太大 没什么 我只是不想让顽星再来影响我和你之间的事情 入夜 说不出是谁主动 但是很多事情就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直到手机的响起 看了一眼来遍 顾剑南接了起来 剑南那边已经撤速了 现在你满意了吗 傅恒的声音淡淡地听不出情绪 嗯 剑南 你岸上先为然了 不是疑问 不是寻问 而是沉送 也许吧 你要放弃婉星 傅恒又问了一句 提及宋婉星 顾剑南有些面无表情的 但他也没有在宋婉星的问题上多做解释 我和婉星是过去的事了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傅恒问 你到底要说什么 顾剑南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是城南的那块地 那么明天以后可以再到公司来探 而不是现在三更半夜和我说这些 婉星没对不起你 我只是不希望有一天 你会后悔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婉星和你不在一起 詹姆斯也没放弃 也没放弃对婉星的追求 我想估计婉星会和詹姆斯重新在一起 如果你打电话来 只是为了和我说婉星的事情 那么我没兴趣 顾景南拒绝再找个话题 好 傅恒也沉默不再继续 那绕到舌尖的话 最终还是吞了下去 私下 他去找过婉星的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 对宋婉星的情况 根本就不看好 甚至都不敢下断定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而且 自从那天婉星哭着去求 顾景南无果后 他就连他都不在见了 这样的宋婉星 让他不免担心 他就这么靠在椅子上 想着曾经的事情 待见未然 却给自己的母亲扫墓 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他深思熟虑的 但是 傅恒的话 还有照片 却让顾景南变得沉默 不再犹豫 顾景南灌着书房的灯 朝着卧室的方向走去 看着在大床上 沉沉睡去的简背山 心口就这么软了一下 掀了被子 就这么扭着简背山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顾景南的话影响了 简背山凌晨不到六点 就已经醒了过来 他的心跳得飞快 因为今天 顾景南要带自己去见他母亲 在弱大的衣柜面前 找着何时的衣服 他一直不喜欢暗色衣服 所以衣柜里这样的衣服是少之又少 可是既败长辈又不可能穿着花枝招展的 不知道 等下趁着顾景南开会的时候 去百户公司买一件 会不会来得及 想什么 顾景南的声音沙哑 从背后楼住了简背山 衣服又不满意的吗 下一集的孕妇装 我已经让穿过的人送过来了 你可以挑 说着 顾景南看了一眼时间 眉头就皱了起来 六点都不到 你怎么那么早起来了 是宝宝闹你了 今天去祭拜你母亲 我在找合适的衣服 等下 我想趁你开会的时候 去商场买一套 他说着 低着头 越发的窘迫 顾景南倒是没说什么 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 快速的在衣柜里翻了翻 然后挑了一套白色连衣裙 黑色的平底鞋 这样就可以了 我母亲不会介意 真的吗 嗯 大衡把简未然抱了起来 顾景南朝着大床走去 再去睡一会儿 你没睡好精神会不好 听话点 我不困 简未然 不睡就不要去了 我真的 最终 开会 开会是十点三十分 你只要吃饭快一点 就不会耽误 我马上起来 等简未然都收拾好 吃着早餐 这才出发去陆氏集团 一道地方 顾景南就教的秘书 给简未然备好喜欢的点心和书本 在去会议室前又仔细地交代了一声 乖 很快就开完了 在这里等我 好 但顾景南并没有让简未然等多久 两人驱车去了江城的私人墓园 他的父母就是葬在这里的 简未然站在陆湛明和唐淑音的墓前 紧张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和简未然比起来 顾景南就显得淡定多了 他仔细地擦去了墓碑上的灰尘 把带来的百合放在了墓碑前 然后才牵住了简未然的手 从容地站着 爸 妈 我把你们的媳妇带来了 我和简未然结婚的时候 我就和你们说过 你们没反对 现在我把人带来了 还有你们未来的孙子 是不是可以安心了 爸妈 我和景南一起来了 还带着宝宝来了 景家以前做了很多 对不起顾家的事情 但是以后不会了 我会替景家赎罪 我会守着景南 我们会好好的 简未然和顾景南 在墓地待了一阵 顾景南开口了 回去吧 怀着孕 别一直在这里 当宝宝生下来再来 好 简未然点了点头 在临走前 简未然很认真的有巨公 而后才随着顾景南 离开了墓园 但是 正简未然没想到的是 她和顾景南 走出墓园的时候 却看见了宋婉欣 穿着黑色的连衣裙 走了过来 宋婉欣 看见顾景南 带着简未然来的时候 脸色变了变 她没想到 顾景南竟然把身带来 祭拜她父母 这就等于 顾景南是真的 承认了简未然的身份 你 你就是这样把锦家的人 带到伯父伯母的面前 你不怕他们九泉之下 都不能夕安吗 回去了 她没有回应宋婉欣的话 宋婉欣看见这一步 心头的不甘越来越明显 景南 你真的变了 伯父伯母的规览 你竟然带着杀人凶手 手的酸女儿呢 说完 一阵阵席卷而来的疼痛的感觉 让宋婉欣有些忍不住 脚底微微亮强了一下 这样的画面 简未然看见了 顾景南也看见了 简未然心惊瘦跳了一下 直觉地认为 宋婉欣又要刷手段了 她害怕 这估计是宋婉欣的苦肉计 更害怕顾景南转身离去 可是顾景南只是站着 看着宋婉欣一动不动 宋婉欣平缓了一阵 而后渐渐站稳 没看顾景南和简未然 静止朝着布原来走去 很快就消失在 简未然和顾景南的面前